第七十三课 一、课文 好人难当 忽然发现好人难当 尽管你是诚心诚意的 有时也难免吃力不讨好 一天晚上 我骑自行车去朋友家 路上遇到一个部队学校 正在进行十五公里拉链 看见一个小女兵 被众人拉下很远 不禁动了善心 便招呼她上车 女兵犹豫了一下 还是上了车 我带着她从另一条路 飞快地超过她的战友们 到了目的地 下车后 她再三感谢 我说不客气 我是顺路的 从朋友家回来 看见那女兵 还在那条路上跑 就问她 怎么一个晚上拉链两次 女兵喘着粗气说 都怪你 骑车带我被学校领导 发现了 罚我再跑一次 上午还是晴天 中午却阴得厉害 好像要下雨 见邻居家的被子 还晒在院子里 心想 他们是双职工 恐怕不能回来收 便把被子 抱进自己的单身宿舍里 免得淋湿 下午突然接到通知 要我陪领导 去检查工作 检查了三天 又顺便回了一天老家 第五天回到宿舍 才想起邻居家的被子 急忙去还 邻居却说 以为是小偷偷走了 就又买了一套新的 我只好向人家 一遍又一遍地道歉 朋友们知道了 都说我是个马大哈 下班骑自行车回家 看到一个小男孩 拿着一盒冰淇淋 飞快地跑过马路 不小心摔倒了 冰淇淋飞出老远 小男孩趴在地上大哭 我急忙下车 把他扶起来 这时从路旁的楼里 跑出来一个女人 抱着孩子左看右看 一副心疼的样子 我想是孩子的妈妈 就安慰她说 孩子摔一跤没关系 她双眼一瞪 对我吼道 你骑车也不小心一点 这次没摔着 算你走运 又指着地上的冰淇淋盒 说 陪了冰淇淋 你可以走了 去逛公园 看见临淫道上 一对青年男女 手拉着手在散步 叫人好不羡慕 忽然发现 姑娘的裙子后边 拉链没拉上 很不好看 该不该告诉她 我犹豫着 游人越来越多 我替那姑娘着急 心一横 就上前说了 男的却把眼一瞪 这么大的公园 这么多的风景不看 却看人家姑娘的拉链 你无聊不无聊 去修自行车时 一位漂亮的姑娘 推着车过来打气 看她打了半天 也打不进去 就说 我来帮你打吧 她连声道谢 说 现在像你这样的好人 真是不多了 我听了十分得意 手中的气筒 压得更加起劲 有心想再和她 多聊上几句 不料 砰的一声 把车胎打爆了 二声词 诚心诚意 难免 吃力 吃力 讨好 讨好 拥有 再三 拥有 再三 怪 被子 晒 双直弓 单身 免得 诗 以为 道歉 马大哈 冰淇淋 老 趴 急忙 心疼 吼 走运 指 陪 临音道 键目 拉链 横 无聊 推 得意 气 气 桶 压 更加 起劲 烹 爆 吼 敤 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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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